频川说论镜 天天聊门说 大家好 我是频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抗 来自于昨天的替皮杯联赛 由弗莱大战Happy 这是双方的第三场交流 前两场双方打成一比一平 好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是AL秋千的落叶 出身在地图左下角 是蓝色的王林ID叫Happy 来自于俄罗斯的王林选手 人称欧皇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的右上角 一名红色的兽座 ID叫RWLUM的象征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兽王 Fly百分版 那TP杯联赛 是由弹塔飞主办的一个联赛 它会分月赛和总决赛 这一次的话是第一个月的月赛 然后弹塔飞三个人 纷纷出战 非常有意思 据说三个人谁成绩好 谁就是弹塔飞的化石人 这涉及到自己的地位之争 三人还应该会非常的努力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飞飞的一个首发英雄 还是选择先知 本场对抗又是先知 陪猎头的一个打法 我们看一下欧皇这一边 欧皇首发的是DK 放下了第二个通灵塔 那欧皇这一局的话 还是选择狗流 那最近的话 欧皇是富足用的多 但是主族优地 看看实力有没有稍微的下降 确实很多比赛的话 要求选手用富足 所以说欧皇最近也是花了蛮多时间 去练一下自己的随机 好看一下本场对抗 欧皇的话开局 拉了一个小尸身 过来侦查一下 这欧皇的纪律性还是非常的强 侦查还是要做的 先知上来 我们看一下是选择练级呢 还是选择去抓对方 这边的话直接出猎头 没有出大击过度 欧皇的话拉了三条小狗 好找两个骷髅 练一下门口的这个四三二 这一边的话 小尸身看能不能把对方给骗走 哎小尸身很老实啊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老实的回家 这里刚好抓了过来 看看双方一个小细节的操作了 好 这边两个野怪 全部被DK给拿走 打了个加武的攻击之转 先知看一下这一波 能不能赚到一些经验值 现在哎哎好 咬了 狼的话还是被欧皇给拿到啊 先知的话 这里是抓了一个 抓了一个小四身的经验 啊这一波先知前期的压制力还是比较的强 看一下家里的话冰塔赶紧升好 冰塔一升好的话 狼的撒网能力就没有那么强的 哎 欧皇要拉小狗吗 欧皇要是拉小狗赶先知 自己的木头就会有点缺啊 木头缺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这个科技稍微慢一点 我们看一下飞飞的话已经开始升200了 欧皇还是选择继续练 欧皇的个性就是啊你来骚尔就来吧 反正我当着你的面慢慢练 操作的话啊我欧皇啊就是强 先知这里的话偷偷的点对方的一个小狗 这头狼的话也是追的DK 这边每一个攻击单位啊都非常非常的负责 你打谁我打谁啊分工明确啊 DK的话看一下第二个装备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你发C把小狗抬回来 突然之间的来一个围杀 欧皇这个围杀还是非常的凶 欧皇的围杀啊从来没有让人失望 说围就围 先知没办法只能交TP 欧皇意用自己的围杀啊 解决了前妻被对方骚扰的痛苦 上来的话马上到啊 家里看再买一个骷髅棒 这里二级狼还有两个二级狼 全部解决DK金冠一闪到了二级 这里飞飞的话家里商店是没有葬好的 所以导致先知怎么办 没有骚扰能力吧 只能选择练 飞飞还要来吗 打的真的是凶啊 DK这里的话 王林现在前妻也是可以补给啊 一世匕首 献祭自己的一个单位 马上给周围单位啊 恢复一些血量 飞飞的话继续过来抓 那对方不在 我就把这个点给练掉 欧皇过来练一个稍微大的一个点啊 五三二二 看一下五级蓝胖子 能不能打个大袖 不是大蓝 这边DK的血量恢复的差不多 然后欧皇的话就速连三级 三级之后欧皇之后 我就巨大优势了 好我们看一下DK 这里整了一个大无敌 还有一个二级怪 还有一个三级怪 这里看看能不能到三 飞飞的话 这里练完 只是打了一个吊宝的怪 然后撤 DK三级怪处理掉 经验值还是差26到3 科技情况我们看一下 兽足二本马上升好 亡灵的话差了一点点 DK 这里有个小点可以练掉 到三级 三级之后就可以去抓兽足的猎头了 兽足猎头你敢练极 我一森一个指 然后家里的话 二本出个巫妖 或者是出一个小黑 看一下 先知练完这一波 二级大半 还是没有到三 这边DK率先已经到三级了 三级之后就开始抓兽足练极 接下来兽足看看 会不会被对方给抓 这一局的话 飞飞的练极 练极路线还是比较的诡异 欧环 好 还是抓了过来 这个六级狼 看能不能强调 闪恋恋 好直接收割 先知到了三级 打了一个雪石 开个加速赶紧跑 好DK看能赚几个猎头啊 好这里提前掩护一下自己的小弟撤退 细节很不错 这里把骷髅给处理一下 骷髅其实一直在偷偷的摸这个猎头 一发C带走一个猎头 这一波已经杀了一个 这个猎头好像也很危险 看一下欧环能杀几个 两个了 哎 DK把自己给陷入进去了 好直接大无敌顶出来 还是要杀猎头 第三个猎头倒下 欧环还想杀 还想杀 这一波欧环还是很壮 虽然说自己交了个大无敌 现在先知二级狼卡卡位置 卡一卡位置 不能让对方再摸一下对方猎头 猎头再摸一下 一发C可能就没了啊 这里先知也是一直在帮忙卡位卡位 哎 这里DK突然杀另外一个猎头 猎头卡两下 哦 干掉 DK这一波的话杀了四个猎头 非常的赚啊 好我们看一下 这边二英雄选择的是巫妖 巫妖出来 要不要接应下自己的大哥 巫妖已经买了个血瓶啊 目前兽足的话 二英雄出来了 二英雄出来的话 老牛一技能升的还是光环 没有升彩力版 还是速炼二 二技之后有彩力版 这一波的话 欧环抓的也是比较的猛啊 一十方面干扰了兽足练剂 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是确实赚了非常多的猎头经验 接下来老牛要速到二级了 哎 欧环 没有那么让你开开心的恋啊 又要开始NCNC 甩你经验证 哎呦 上来直接秒先知 先知赶紧跑 老牛的话看看 好 血吃给了先知 这边直接把血吃给吃掉 一发C 那你吃了血吃 我就杀你猎头 这边又来了一个维杀 DK赶紧交TP 遇事不决 秒英雄 双方都是这样决定 好那飞飞通过这一波围杀 也是被迫啊 让对方的DK回家 终于可以开开心心练了 练完这一波的话 老牛也可以到二 科技情况的话 哎 飞飞选择只剩三本啊 三本出大猎头 然后三发一个小歪 小歪加牛头 双控的一个组合 后期秒英雄能力非常的强 现在欧皇也是开始练几了 加了一小狗拉出来 后面开始转一些蜘蛛 加里的话三本也是即将生好 盒子盒子啊 继续出 后面毁灭飘起来 也是很强 我们看一下 巫妖现在的战斗难力啊 身上的话三本没好 没有辅球 现在单练一下巫妖 巫妖看能不能速到三级啊 DK的话已经三级基本上毕业 好二级了 二级了 这里DK想看一眼啊 感觉好像又不要去 这里慢慢的瓢一下这个盒子 加点血加点蓝 巫妖二级多一点 这里飞飞 哦呦直接就练这个966了 这一局飞飞练级的胆子非常大啊 966老牛大 看一下这个9级的花钢岩 能处于什么好的装备 家里呢三本马上生好 现在欧皇的话练级的效率 没有飞飞那么高 飞飞的话是一高人胆大啊 直接练大点 好打了一个圆饼 力量 这里各提高5点 一个属性装备 老牛表示 我很硬 这里DK买了个小无敌 无妖的话 整个加5的公转 中间两个点可以继续去收割一下 虽然说这一个大怪已经被抢了 现在飞飞看一下练哪个点啊 家里的话三本生好 马上生个大猎头 双方都在想抢中间这个点 现在就是比拼双方的一个拉扯了 现在欧皇三发了一个小黑黑暗游侠 黑暗游侠一技能生的还是沉默啊 还是限制一下老牛 这边乌妖已经带好了拂球 双方各种 朴一下这边的野怪 突然分好了工啊 你杀这几个 我杀那几个 有好合作 好 杀完之后双方又开始找下一个点链了 老牛马上要到三啊 还搞了一个治理架六 治理架六要不要给这个先知呢 先知身上有个大篮 现在欧皇的等级是321 飞飞这边是42 马上要43了 51赶紧赶紧到三 现在的话 兽足三本生好 三发一个小歪 小歪 然后大猎头升级当中 这里练完 老牛已经到三了 43 然后后面有机会的话 单练一下小歪 小歪练到二级就不错了 有一变也有治疗波 这里欧皇过来练一下对方的一个分框 目前英雄等级的话 欧皇等级不是特别的高 关键是巫妖什么时候能到三 先知这里要不要采购一个小无敌之类的 先练个小点 等自己的这个小歪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大点留给小歪 乌妖差个十点经验值 马上也要到三级了 这里中间要相遇吗 双方隔了一道森林 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过去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三方看见对方都吓一跳 下意识的往后拉扯一下 上来杀对方的狼奇 NC 一身雪 飘飘飘 我还是被乌妖一飘飘掉了 小歪的话稍微的晚了一点 我的治疗波乱出来 这里要开始进攻了 狼奇网 又一个狼奇被秒掉 老牛直接交无敌踩 这一脚踩出来 先把对方的小狗给处理一下 这个狂狗杀猎头非常的猛 先知闪电链还有 身上还有一个群补还有个大蓝 把闪电链敲起来 老牛这一脚踩下去 留了对方四个单位 一个小狗阵亡 这边的话 再杀一个蜘蛛互相卡位 蜘蛛什么情况 突然跑向对方的阵营 大哥你保不了我 我想投敌对方说 没有投向的机会 直接灭掉 打完这一波的话 我们看一下 飞飞会炫哪个点 这里欧环蜘蛛被干掉 有一些小狗 后面还会转蜘蛛吗 还是要转一些蜘蛛 这里的话 飞飞直接又练966了 欧环过来一看 你练 我就过来抓 有一个六级狼处理掉了 现在欧环 你杀一个六级狼 我杀一个六级狼 小黑终于是到了二级 9级花钢岩回去了 双方又要开始争夺 这个9级花钢岩了 双方操作 小心一点 两个毁灭飘起来 可以吸一下对方的狼 飞飞现在的作战人口50 欧环49 双方人口差不多 哎 欧环 欧环觉得说 这个966 交给你练 我去抢另外一个 但其实这个966 早就被飞飞给收割掉了 这里欧环有一些失误啊 以为按道理的话 他看一下老牛的装备 应该能看出来 已经练完了 结果欧环还是开开心心 往这边一跑一看 糟了 丢了夫人 又赔兵啊 很伤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 小歪的话 可以单练一下 到啊 二级之后 哇 有妖术 有治疗波 打完这一波 飞飞的话 这个优势啊 有点大了啊 大点的话 都被飞飞给练完了 人口方面 欧环已经开始破人口了 57 飞飞现在还是50 英雄等级432 这边的话也是432 好 看一下 但是道具方面的话 飞飞好了不少 第一时间先把商店给处理掉 对于飞飞来说也许是好事 因为飞飞的话 第二局啊 本来要赢 结果因为有商店买了迷你基地 买了两次迷你基地 导致自己的经济有点崩 直接输了 看一下这一波 欧环拆完商店 倒是没有着急进攻 感觉自己的道具不是特别好 过来商店补给一下 把这个道具补好之后啊 大战之前 粮草要备足 现在先知的话 道具还行 老牛啊 老牛最开心啊 小歪稍微的有点尴尬 只有一个回二戒着 把小点裂完 不过小歪还是不能到三啊 如果能到三的话 后面有二级治疗波 大战的话 续航能力会相当那么 欧环63 飞飞的话也是补到了59 双方互报人口啊 要开始硬钢了 这一波先知 身上有一个智力加6 还有工具支撞 关键是开团的时候啊 能不能啊 尽量的啊 把对方的兵全部踩晕 现在乌妖 买了个小无敌 DK有个小无敌 小黑有吗 小黑有点尴尬 啥也没有 好 先把一头狼给处理一下 现在双方非常紧盛啊 这一波团战 直接影响到啊 谁能能够晋级 是吧 往后的比赛 如果谁输了啊 就掉落败者组 当然是小组赛的败者组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老牛身上的话 会要戒指给老牛 小歪的话 有个净化要水 小歪还是没有到三 欧环的话已经开始进攻了 67大战61 欧环这里 两个小无敌 哇 毁灭 几乎全票出来了 一大波都毁灭 这里狼往前冲 老牛第一时间被被沉没 看能不能踩出来 哎 时间到了 还是要顶无敌 顶无敌踩一脚 小歪到了三级 小歪到三不得了了 有二级治疗波 这里猎头戳戳戳 看能不能把对方的毁灭给戳掉 这里的话杀你的猎头 站起骷髅 这里就要花机会啊 找机会把对方的毁灭给处理掉 好 双方打得非常的乱A 小歪被沉没了 这里骷髅卡了一下位置 先知现在是空蓝 不过身上还有个大篮 老牛这一脚踩下去 踩了有点多 升到了四级 四级之后 大篮直接吃掉啊 这里看看 猎头一个一个被杀 哎 这边的话 毁灭的数量还是有点多 不过现在没有蓝 三个狼奇 把对方的盒子给处理一下 接下来狼奇数量有点多 欧魂的话 三英雄没蓝了 老牛这一脚一踩 三英雄基本全部采用 幸好小黑是顶了个无敌 好 无妖的无敌也顶掉 那现在欧魂没有无敌了 没有无敌 也没有回程 那看能不能撤退 四个毁灭 没有蓝 输出能力很一般 小黑阵亡 哇 欧魂直接打出寂静 我们恭喜飞飞 2比1 击败了Happy 晋级了这个小组的胜者组 后面他面对的就是Chemical 看看能不能打印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